这种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 那个时候在台湾 我经常出来讲经 有一个寺庙 请我讲经 我在那里讲了 大概半个月 觉得不太对劲 这个道场是新建 女众道场 里头出家人 我也认识 对他们的亲国将军 讲了半个月之后 他们里面吵架 知道什么 职务分配不均 因为建道场 这个老比丘尼 底下这个徒弟 出去的花园 花园当然有人画得多 有人画得少 回来之后多的 他要争取 他想做当家 他想做维诺 想做智客 也争这个 真的是打起来了 我回到台中 把这个事情告诉老师 老师说算了 别去了 我说今没讲完了 没关系 今没讲完也是不尝试 只要到场 不如法 赶快走 我就离开了 那不尝试 那不尽那个讲三分之一 那么我们相信 现前道场 这是 就多数都是这样的行星啊 他不是在半岛 勾心都旧 真权夺利 欺骗信徒 欺骗佛菩萨 你说这么的了 所以今夜散伏 发菩萨 行下后头 紧追着 深信英国 他不相信英国 他相信英国 就跟我一样了 不敢见到这 为什么 因为我想到 二十个人在一起 都会真名多利 那不麻烦他了 自己落得清净 还是 学释迦牟尼佛好 落得清净 什么事不管